我们现在看到的验证器 相对于长安五号 主要是有两多一少的区别 多的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挂着的白色的气球 我们叫六分之一 重力补装装置 还多的一个就是我们地面的 有很多的模拟的月亮桶 少的一部分是我赚取的采样装置 它少了一部分的外半桶 这也是最主要的区别 因为大家可能都看到过 长安五号的模型 我们少的外半桶 没有安装 主要是为了便于我们能够直观地 看到这赚取采样装置里面的内部工作结构 在实验的时候 这样的话 我们便于我们分析和发现问题 然后也有利于我们实验的开展 多出来的这三个月亮桶 主要是我们考虑到这个月球表面不同这个环境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是不可知的 所以我们为了考验我们这个产品的性能 我们就准备了不同密实度的这个月亮 有的可能很结实 有的可能很松软 这样的话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就可以针对不同的这个月亮结构 来开展我们的实验 也对我们这个正式任务的开展 有很大的支持作用 目前为止还是比较一致的 首先这个轴路器落得比较稳 姿态比较好 第二呢就是月面的情况也比较理想 首先比较平整 也有一些这个很大的石块 这样有利于我们开展 或许的采用封赏任务